郭文貴議員 主席各同仁,請向下主委 尤其孫主委 主委,我來考考你幾個數字 我們今年編列的預算大概是一億四 要更換衛星的包括機上河的部分 那大概是更換的戶數有幾戶 101年是要到3000戶 102年是43,290戶 所以你一億四 一億 一億左右 一億多 大概是4萬戶 但是你在 原民會在7月14號 在原地發聲節目裡面表示 原鄉總收市是7萬5千多戶 那有沒有做過調查? 這個我們原鄉部落裡面 說看有線電視的有多少 MOD的有多少 然後這個使用衛星的有多少 有沒有做過比例的統計? 有沒有調查? 有,有調查 有嗎?那個數字來 我數字請處長 那你要知道你要注意 這個我只講一次不講第二次 來 好,謝委員 在原住民地區 除了那個共諜以外的收市的 訊號之外 有線電視的民眾大概是52.3 然後中華電線MOD大概是11.5% 11.5% 對不對 那其他的共諜的這個部分有多少? 共諜的部分就是有4萬7千戶 4萬7千戶啊 對 那個 主委啊 是 原鄉總收市戶是7萬5千多戶 那 你52%是使用有線電視 所以就扣掉3萬多戶 對不對 那你這一個 11% 11到10幾 那你再扣掉將近1萬戶 所以 你3萬5千多戶扣掉 4萬5千多戶扣掉 那你其他怎麼算也大概是2萬3萬戶而已 對不對 包委員 是不是這樣 來 不然怎麼計算 對不起喔 我們剛才講的就是說 7萬多戶裡面扣掉4萬7千戶的 還有3萬多戶 這裡面有52%是用有線電視 百分之11是用 中華電信MOD 所以是扣掉4萬7千戶之後的比例 所以 總共 總收市戶是幾戶 7萬戶 對 那7萬戶裡面你再把它扣掉 4萬7千戶之後 你扣掉以後 還有2萬多戶 2萬多戶裡面的比例是這樣子 那 你50 大概50%使用有線電視嘛 對不對 是 那百分之大概十幾是用MOD 對不對 那其他呢 其他用什麼 其他就是用傳統的無線的那個過去類比的那個無線數位 好 所以 這個主委 按照這個數字來看 按照這個數字來看 這個 假如 我們今天委員會排定的議程是在討論數位電視 那我們今天假如說 這個 主委你也認為說這個數位電視也要爭取嘛 對不對 對不對 是 那 這個 我們立法院也支持嘛 好像朝野部分黨派大家都支持嘛 對不對 那假如通過的話 你這個1億4 你今年編列的這個有關換碟的這個部分的預算 那不是又重複編列的無差價錢嗎 是不是這樣 不會啦 因為我們這裡 一方面喔 我們現在所採取的這個機上盒所選擇的這個 這個這個系統喔 是將來在轉換的時候還可以使用啦 那現在是因為喔 我們對那個 如果102年 這樣的這個轉換的機制沒有建立的話 就會有那種斷信的危險 所以 簡單講啦 建構一個無線電視台 你講時間大概三年的時間 那你 你現在編列啦 大概這一個 1億多的這個 有關天線 供碟的這個部分 一年你就是 這個 花了三千 多萬 啊 啊 小的你後來沒有 到時候那盤子都大家收收起來 是不是這樣 主委是不是這樣 還是 也用共別 然後也用無線電 這個數位無線 是不是這樣 這樣 變成這樣 然後一台電視裡面裝兩個盒子 不會啊 就一個盒子嘛 對 是不是 我請處長 來來來來說明一下 小的位喔 我們今年準備要更換的那個機上盒是 它是 它具有兩種功能 它一個也可以收 呃 衛星的信號也可以收數位無線的信號 所以說 在目前假設數位電視 原本還沒有拉到數位無線頻道之前 我們可以偷衛星的方式 也是偷這個盒子來收 那未來假設 數位無線頻道建設之後 原本還是同樣用現在目前這個機上盒還是可以同步來收數位無線的信號 所以這個機上盒是同步可以收兩種訊號的 那個主委啊 我看你們啊 從96年開始委託公網集團之後啊 你們採用 因為朝向數位化 這個原來是公網集團的一個規劃嘛 對不對 所以你們當時也配合公網集團 編列了有關這種攝影器材設備 用HDV的這種規格嘛 對不對 你們編列了這些預算 用這種規格的一個方式 啊可是你們這個數位電視台 你們原明會員沒有啊 所以你買這些器材 花了大概一千多萬的這種 數位的這種 錄影設備 這個不是 這個不是 大家 這個時空的問題啦 委員你也知道公股事故條例 所以這個就 原來的精神 你現在也沒有 我們到目前為止也看不出來說 我們原明台 這個未來朝向數位化的一個 規劃的一個旗程啊 主委在這邊也沒有宣示啊 對不對 我們一直往這個方向 那一直往這邊方向 數位電視台 你看裡邊 其實這個事情啊 包括法治面啦 包括這些 我們在政策上面的變化 我想很多的委員都了解啦 而我們原來的那個方向也是這樣 方向你都沒有拆擠 你就沒有決心要做 你這個 最重要的就是說 跟NCC有關申請這個數位頻道 有會有會 剛才NCC的處長也講得很清楚 這個怎麼樣解決這個問題也有一些方法啦 所以我們現在因為新的董事會成立喔 本來就要积極的趕快再去做磋商 那無論是人事或者是這個部分一定要 這個主委啊 這個主委啊 你這種每次在這邊都講 然後出去外面啊 這個碰到我們院長都挨一劫 對不對 那在申請這個 這個大交 沒有這個事啦 他比我 那主委我問你啦 你這麼認為說 這個原住民數位電視台 對原明慧來講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很重要 是不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當然非常重要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為這是我們的基本的權利嘛 這是不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為轉向數位是未來潮流嘛 對不對 是是是 是非常重要嘛 好啊那主委 那你怎麼怎麼替我們原住民朋友 爭取數位電視台啊 你如果很重要很重要就結束啦 我們這個過程裡面 我看不出來你認為很重要的成立 我一直覺得很重要 一直挫商 而且有很多的 像包括原明台 他的何去何從的事情 這些牽涉到背後很多很多 比如說他們的人事的變化 現在因為他還在公事 很多的法上面有一些不是 那現在因為我們的這個 新的董事會出來喔 他的位階也是由院長來去認命的 所以將來這個部分的這個溝通 應該會更更順暢啦 這個主委啊 我真的是看不出來你說 你認為很重要的誠意啦 你表現的這個力道 跟你在這個跟你實際上在做 真的是差很多了 不會啦這個 不會 我們在這方面是一直都一直在努力 那主委 接下來我就要就叫你電視台 這個基金會的這個事情 是 那我也希望董事長能夠一起上來 那個董事長 這我們當時在9月27號已經做了一個決議 來 我們已經做了一個決議啊 就有關這個執行長的人士 不可具有這個政黨背景的人士來出任執行長 這個這個決議你知道嗎 你知不知道這個決議 董事長你知不知道還是你 主委這個人士到底是誰 我知道啊 但是我本來在規定裡面 如果當了公事的董事長或者是 當台長他本來就還有執行長 他本來就應該離開 如果他有黨職也不能做 如果是要參加政黨的活動也不能參加嘛 對 那台長也一起上來 台長 台長是已經這個1月4號要再開這個董事會的這個審查 這個董事會來通過他的人士案嘛對不對 那這個董事長已經提名了嘛對不對 這我請教一下這個這個我們即將接任執行長的台長 你之前在競選國民黨區域立委的時候啊 你曾經把你的這個黨證貼在你的這個臉書上嘛 那別人在質疑你說你掛黨證是不是宣誓效忠國民黨對不對 那你怎麼打的 那你不趕你過來 我問你 你不趕我們 謝謝 我們 過來 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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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